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乍听有道理 但仔细琢磨却荒唐无比的话 比如小霞我今天要讲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是一个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 男主是一个面容清秀 看着人畜无害的男生 被认为偷了班费的男主 成为大家眼中的小偷 站在讲台上接受全班同学的审判 在白色纸团攻击下的男主 眼中充满了无力的愤怒 尽管他清楚自己是百分百的无辜 但因为无法解释 空白的班费信封 为何会出现在他的书包中 女教师看着他的眼神里 透露出的信息就是 别嘴硬了 不是你还能是谁 很快 男主就在学校废弃的地下室 找出了真相 以人豪为首的小团体 偷取班费后花天酒地 却把罪名栽赃给男主 上门讨说法的男主 毫无悬念地 被人高马大的同班同学一秒KO 当然男主不是傻子 他显然计算过两者之间的战斗值 苦肉计划来的是 手机全程录下的证据 他以为真凶的自白 在报告老师后 自己就可以沉冤得雪 患得清白 然而我们的男主同学 还是太天真了 女教师首先质疑了 录音的真实性 然后揣测起男主的用意 这是一个没有画面的录音档 说不定是你先动手打他们 当男主怒吼着 他们欺负我的时候 女教师说出了那句 著名的论断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不招惹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呢 我知道这不容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 这样到达一耙的恶意 让人想起了 曾经轰动全国的彭宇案 法官一句 你不误伤他 就不会送他上医院的判决 和故事里的女老师一模一样 拥有着感人肺腑的奇葩逻辑 更奇葩的还在后面 吃斋念佛的女教师 全程头顶圣母光环 她认为各打五十大板 是教育双方的最佳处理方式 让男主和小团体 一起去社区关爱老人 也许他们还能成为好朋友呢 羊入虎口的男主 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之恶 除了像喂狗一样喂食老人 他们在老人额头上画出车标 几个人推着行动不变的老人 在右岸的楼道里玩起了跑跑卡丁车 曾经在抗日战争中 立下军功的老人 成为他们手中任由摆布的玩物 男主虽然憎恶这一切 但能怎么办 在童双的暴力威胁下 懦弱的他只能默默地选择 同流合污 然而这个校园霸凌的故事 很快转入了一种全新的画风 城市恐怖故事 以为这帮杀千刀的逼海崽子 抓到了一只怪物 准确地说是两只怪物中战斗力较弱的那一只 轻面獠牙的他们衣衫蓝绿 面目可憎 在城市的地下世界生存 专门捕食老弱病残的落单之人 动作干脆 手法残忍 他们用铁链锁住小怪物 先是无厘头的降魔游戏 紧接着就是惨无人道的拔牙 疯嘴酷刑 小霞之所以说惨无人道 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哪怕是针对一个非人的怪物 也足以用畜生不如来形容 很快 这帮聪明的坏小孩们 发现了许多怪物身上的秘密 一 是如同吸血鬼的他们 怕光 甚至可以说是见光死 二 是怪物原来也是人 身为降头师的姐妹 在中了谷毒后 逐渐变得半人半鬼 他们的头部可以如同驱魔人里 恶灵那样 360度无死角的自由旋转 甚至还拥有蜘蛛侠 贴墙爬行的神奇功力 三 是他们的血液带有致命的传染性 行尸走肉的变异 可以通过接触传染 这种发现是怎样得到证明的呢 答案是 作恶是检验混蛋的唯一标准 恶在他们身上慢慢累积 逐渐开始走入犯罪的深渊 被女老师伤过大嘴巴子的人豪 已经堕落为十足的人渣 为了泄愤 又或者好玩 她决定给女老师下毒 喝下毒水的女老师 下场和一行里 喝下黑水的人相比 也没能好到哪里去 在体育馆当着千百名学生的面 下体喷雪的她 还没来得及呼救 就在熊熊烈焰中 烧成了灰箭 与此同时 小怪物的姐姐大怪物 开始了她疯狂的复仇行动 在公交车以及自习校舍里的 两场大屠杀 堪称电影中最为暴力血腥的画面 华语电影在血腥模仿这么多年后 终于在这部电影里 看到了媲美大逃杀 以及恶之叫点的场景 因为实在太过血腥 这里我们就用炸西瓜汁的萌太奇代替 请大家自行脑补 回到故事里 男主面对步步逼近的追杀 决定布置陷阱 利用小怪物作诱饵 最终将怪物解梅花 吻中捉鳖 一网打尽 然而最险恶的不是鬼 而是人 日复一日的校园霸凌 早已在男主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他表面上配合 暗地里早已计划好借刀杀人的阴谋 当坏小孩面对死亡哭着问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不是朋友吗 已经逐渐黑化了男主 笑了 我们怎么可能是朋友 只有敌人的敌人 才是朋友啊 我根本就不是朋友 我不是朋友啊 小弟 放屁啊 跟你们翻起 你带来啊 知道我被你们玩死啊 怪物干掉了他的敌人 阳光干掉了怪物 男主有惊无险地 成为了这场杀戮的唯一幸存者 然而 杀戮停止 霸凌 却还没有结束 回到校园的男主 依旧要面对同学 言语和行为上的凌辱 对这样的生活 已经绝望的他 熄灭了心中 最后的善良 彻底走向黑暗的男主 用集体午餐的一锅汤 宣布了全班同学的死亡 当火焰 从校室里喷波而出的时候 小夏觉得 这部名为报告老师 怪怪怪怪怪怪物的电影 爆了 故事披着怪物的外衣 从头到尾故事的重点 都是校园霸凌现象 要说批判 比这部电影有深度的经典 要多不少 九把刀也没有想把电影 做成大象 告白又或者 每具十三个原因的模样 他在校园风中 掺杂了大量B级片的元素 只为了一个字 看着特别爽 也许有人奇怪 作为导演的九把刀 在小清新的那些年之后 为何画风180度调转 不奇怪 这才是当年写出 楼下的房客的九把刀 最后小夏提醒大家一句 在人人都可以下毒的 开放环境里 想要活得久 尽量别用保温杯 蜜蜂的瓶装 农夫山泉 才是硬道理 请不吝点赞